在香港有一個很大的政府部門 我們有一次就是在香港一個很大的政府的部門 一個很高級的一個director 他參加那個工作坊以後 他給我一個很好的字 他是外國人 所以他跟我說 我參加這個工作坊 最重要的就是equalizer 就是把所有人也放平等 好像我們看西江人是 長江人也應該是平等 我看我自己公司的同事應該是平等 這個工作坊讓我知道 我怎麼把自己的一些習慣放下 黑暗對話工作坊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創意的一個社會企業的想法 然後我想透過這樣的一個體系的實踐 確實是把社會上我們看到比較相對弱勢的這些朋友 轉而在一個黑暗的空間中成為強勢 那這個強勢可以協助看得見的人去進到這個最深刻的溝通經驗裡頭 願不願講去試 那個並不是你平常就能夠有的環境跟清淨 從這裡頭我體會到一些事情 而且這個體會我會想麻煩地用到我自己的教學工作上面 這個活動裡面也讓我去發現到溝通的重要性 然後去傾聽對方到底要什麼 怎麼樣合作的方式要完成它 透過反省可以找到一些自己平常生活當中自己沒有驚覺到的盲點 我更希望的是說在體會之餘 他可以透過這些教學的內容 把他們自己現行的團隊中間的問題找出來 然後也可以找到自我的價值 找到自己的缺點 找到自己的優點 將來在團隊的整個技巧展現的過程中間 他可以從中間學到更多的技巧 我們要建立我們的體驗館 因為很多人他可以藉由一個tour 藉由一次的體驗 他就完全了解盲人的世界是怎麼樣一個世界 這個體驗對於大家來說會是一個很有震撼力的體驗 每一個情境就是real world 你的嗅覺會被打開 你的聽覺會放大 學員會在過程當中得到自我察覺 自我認知 他才會開始改變 他會從一個是被幫助的角色 從一個被攀扶的角色 可是回過台來他會變成一個訴說者的角色 他會告訴大家這些東西才是對的 所以視障者的角色會有所不同的 這對盲包的意義是大 黑暗不再是一種未知跟可怕 而是一個最棒的學習跟成長 我只能講說其實今天我講的再多 其實真的還是會建議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機會 自己親身去體驗 他做得到你們也做得到 所以不要放棄 真實的生命故事用一句話 來改變所有聽眾的一生 你怎麼講的 結果 很久很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